同团案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在台北被破红期 台湾的检调单位已经破获 不过日前又传出一名自称统促党成员 在陆委会的脸书相关贴文底下 留言恐吓林荣基 刑事局今天表示 经过调查发现是一名移居新加坡的中国人 也发现了这脸书上面的电话是属于新加坡电话 那这次电话也分别在LINE以及微信注册 那其中在LINE的昵称呢 我们的译音是高折远 它是属于大陆式的拼音 而非我们台湾所惯用的一个拼音 IP的地址来源是属于新加坡 那本局国际科驻新加坡联络官呢 也会恰请新加坡的执法单位来卸出来追查 据了解这名自称统促党成员呢 也曾在美国在台协会AIT的脸书贴文下方 留文恐吓要炸掉AIT 刑事局表示会一并的追查 刑事局呼吁民众 不要以暴力或情绪恐吓的字眼来留言 以免触发